我们再来去看 我想因为这一节课全部都先讲函数 讲完函数有时间我们再讲预测 你知道预测虽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函数绝对比预测重要 首先请你们好好的听 在这个地方函数的使用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针对各项子类别 前三年的一个平均表现 请注意 假设我现在我想先算纸产品的平均表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纸产品类别 各位 这个纸产品类别请你们看一下 这个纸产品 例如说Storage 它在2017年7月17号有贩售 可是Storage它是不是在2015年11月4号也有贩售 反正每一年它都有很多笔的贩售 那我想把它按年来去加总起来 然后看一看说它的每一年的年销售平均值是多少 请注意我现在我想要去计算 好我直接在这边先写 我想我想计算 计算各产各子产品好了 各子产品各年销售额 各年销售额 那当然这个各年销售额 因为我只能取出一个值 所以在这边我就取出它的平均值 我想要去计算纸产品 纸产品的销售平均 销售年平均 好 那这件事情怎么算 首先 首先它只有一个值 各位什么叫做一个值 如果你今天要计算总值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它都只有一个值 如果你想要计算的是名次 它就是有很多个值 可以了解 例如说一个班级有50个人 那名次你要计算名次 你就要排出50个人的名次 可是如果你想要计算 这50个同学的分数 总值 它就只有一个值 请问有没有听懂一个值 跟很多个值的差别 好 一个值我们用新增量值 一个值我们用新增量值 如果你要计算的是很多个值 如果你要计算的是很多个值就用新增 新增 资料行 请您注意就这样子的差别 就只有这两个 保证在座还是有很多同学 就算上了很久的课程都还是搞不懂 何时要用新增量值 何时要用新增资料行 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 如果你现在要算的是总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这些都只有一个数值 好 记得用新增量值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先画资料表 资料表 然后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麻烦请勾选 我的第一栏 这个资料表第一栏 就是放子类别 残兵子类别 这个字太小了 等一下算出来的子也很小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里面的值 标题 字稍微改大一点 改变字形大小 是用格式 点选格式 请把资料行标题 字放大 好 例如说16 那标题放大了 值也请放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17个子类别 然后这17个子类别 等一下我要去算出 算出商品销售额年平均 有听懂吗 等一下我要算这一件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先来做到这边 函数是你一定要懂的 因为它是我们建模的基本 算 好 那接下来我这一个 这一个蓝 我要算的东西就叫做 产品销售额年平均 销售额年平均 好 来周围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的资料是不是2015到2018年 这4年 这4年 所以等一下要除以4 我们先把各 所有的 accessory的相关资料 全部把它加总起来 好 画面就用一下 其实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非常简单做法 但是那一定是失败 好 那一定也不是我教的学生会做的事 就是他只会用小收名 例如说 在这里我就直接把什么值 直接把这个值全部加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做销售额 他就直接勾销售额 请问这个 这个算好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算好的结果是 全部加起来的值 例如说16万7 16万7千 10万7千 好 依此类推 好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是要算什么 销售年平均 所以他就把这边勾了平均 勾了平均之后变成215 请问一下 一家超市 一家超市的营业额 营业额是这样子 总销售额是200多万 结果总共就在17个纸类别 每一个纸类别大部分都是几百块 你觉得这是对的答案吗 这是不对的答案 好 我只是要提醒你 这是错的 我现在先把它给关掉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要怎么算 我要先把全部的纸类别 它的销售额都加起来 所以全部加起来之后 因为是求年平均 所以除4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做这件事 滑鼠右键 请你要听好 这是你打的第一个函数 滑鼠右键 然后新增量值 为什么用新增量值 我要计算的是 总销售额年平均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平均值 所以请用新增量值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的习惯是 因为它跟销售额有关系 所以我会直接输入 销售额年平均 它等于什么 SU 因为你要去算 总销售额 销售总额 所以用SU 然后接下来 它会跑出相关的函数 SU开头的函数 请用方向键往下 好 就看到这个SU 然后接下来你要如何取用它 我发现很多同学用快点两下 你也可以点选这个 TAB键 就放上去了 请问要把什么加总起来 请问是不是要把所谓的销货额全部加总起来 所以我就方向键往下去找销售额 销售额 TAB键 就带上去了 接下来 这边告诉我说我已经有了这个Column 接下来是不是缺一个右刮符 好请你仔细看 当我输入了这个右刮符 你会发现工具提示消失 代表的意思就是你SUM这个函数已经打完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时候记得 因为我是要求年平均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2015到2018 所以你就直接用除语4 我个人有一个习惯 加减乘除这4个符号 前面后面我会各控一个控板 你不控也无所谓 好Enter 记住 赶快拍照 这就是你要打的第一个函数 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有几个同学会忘记 要不要勾这个销售额年平均 要记得要打勾 你这边就会有那个值了 刚刚刚出现第一次出现加减的结果不对 最后用平均也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这个才是正确的值 这是年平均 就是说这个复件 这个复件 它的年平均 就是这4年来的销售年平均 一年有多少 这个是41,000 可以了解 好 就是你把这个值乘以4 就是这个值销售分析里面的销售总额了 好 换你们做 来请你们试试看 我们要先算出这个值 然后我们来去看 今年 今年跟它的比较 这是最常出现的一种比较方式 我还是点到这个函数 所以请你们 也就只能这样看 它这字是真的很小 我还想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要算这件事情 这个的算法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 我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就4年的资料 你怎么知道说 今年的状况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通常会做一个比较吧 怎么比今年跟前 这4年的平均值来比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 如果说我们的资料 呈现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的平均值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跟这个点来去做比较的话 它是成长 那还会有一种 还会有一种 假设它今天是正乘震荡 所以它的趋势线 它的平均值在这里 当然你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 第4年比它低 第4年比它低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下跌 我们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也就是说 老板关心的就是说 到底我现在这个产品 是涨还是跌 要不要再继续投资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这件事咯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通常这张资料表不符合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后面来去做格式设计 格式设定 你如何做 首先请问一下 老板日理万机 所以我要想办法让他三秒内就看懂这张报表 所以我要去做色彩的格式设定 把那个最大的值标出来 那个小的值就不要标 怎么标最大值 好 教你们一招格式化设定 画面就用一下咯 第一 第一 请点这个 因为我要针对他来做格式设计 能不能针对文字做格式设计 很少 因为我们通常是拿数值来比大小 所以你要选到这个栏 这个栏在这里 点选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 例如说背景色彩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设定方法 首先我们用这里有很多种方式了 我们就先不改 所以用色阶 然后刚刚我选择的销售额年平均 所以他会以他当作是数值的依据 最小值给他设定为白色的背景 因为我是设计背景 最小值不要设颜色 我也有看过有人把最小值设红色 都可以 都可以 最大值 请问最大值设蓝色比较好 还是设绿色比较好 我建议各位是设绿色 所以请点自定色彩里面的绿色 确定 就这样子 所以老板一看就可以看到 这边的颜色 这边的颜色有看到吗 还有这边的颜色 它大小就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 这是很重要的视觉化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会做这件事 不要直接给老板看 没有加注解的资料表 好 请你们去做格式化设定